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大评评礼 今天的大大评评礼 我们邀请的大大是蔡正元 蔡博士 为我们来分析国际局势 蔡博士你好 秀玲好 我们大大评评礼的各位亲爱的观众们大家好 亲爱的观众朋友 要记得要订阅 按赞 分享 设定提醒收看的小铃铛 很多人说呢 没有被提醒到这个节目即将播出的推播 那就是因为你没有订阅 你没有按小铃铛 你只要订了月 按了小铃铛 那就会提醒你节目即将开播 好的 那我们今天先从这一个 美国众议院通过的这个原外法案来看 乌克兰的这个即时雨终于来了 救命前终于来了 好美国通过整包两兆的这个预算当中 600多亿是要给乌克兰的 不过俄罗斯说早就知道了 这个乌克兰拿到钱 虽然是一个额外的红利 但是只是代表乌克兰会死更多人而已 这是俄罗斯的说法啦 以后建议大家都用美金计算 用台币计算 对啊 就算来算去都快昏了 对 610亿美元 610亿美元主要是做什么用啦 并不是把610亿美元 给乌克兰哲伦斯基去花 而是把610亿美元 由美国的国防部 然后去跟美国的军火商订 那订购的包括有火箭炮啦 炮弹啦 防空飞弹啦等等 总共加财是610亿美元 大概只有一部分要给 泽伦斯基拿去发薪水给他们乌克兰军队 所以这个610亿美元 当然是及时雨啦 那会不会为乌克兰赢得时间 我不认为耶 不会让战争拖更长一点吗 能够撑到11月已经很万幸了 真的很难 我跟各位解释喔 因为俄乌战争现在关键不是在有钱没钱 是在有人没人 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所以专家说就是没人啊 因为是因为不足啊 就是他在泽伦斯基采取一个策略 就是说 本来说你为国家服务36个月上了战场 就马上可以退休了 退役就不用再上战场 他把这个规定取消到了 现在乌克兰不只是兵力不足 而是什么 士气不足 所以前线的士兵几乎都懒洋洋的 懒洋洋 所以造成这段时间啊 很多乌克兰家说 那你不答应我们36个月回家吗 那你不让我回家我就干脆投降 所以上个礼拜就有一个驴啊 有1000多个人的驴 造成一个驴是3000个人 打到剩下1000个人而已 所以剩下1000个人里面啊 有200个人喔 乌克兰士兵打死了都战队 然后投降二军 因为他觉得 战争不应该这样打啦 第二个就是很多人喔 开枪打上自己的腿 以伤兵送回来 所以士气上一直在崩的 崩塌的最重要的证据就是 最近有一场这个 堡垒的争夺战 好像在前天而已啊 昨天前天而已嘛 应该是昨天晚上到前天 这个俄罗斯的军队啊 本来只是场势性要进攻 没想到乌克兰军队全面就溃了 他不是溃败 他主动就撤退了 也就是说 他根本不想打仗 这个才是乌克兰目前最大的问题 就是士气溃散 对 因为你当然有36个月啦 那你现在是一定要打死在战场上 再能回家 那我就不打啊 不打就不会死啊 这个可能是 哲伦斯基啊 他们这些没有当过兵的政客 面对的问题 台湾有这个问题啊 台湾的政客不当兵啊 那叫军人去打 不了解军人的处境 就乱下命令 就会像乌克兰一样 所以我是觉得乌克兰 已经不是钱的问题 不过哲伦斯基说这个援武法万 如果赶快通过 因为现在是众议院通过 他就要 参院赶快签 乌克兰就有机会可以战胜俄罗斯 这是诈骗集团吗 不是他是演员 他爱演战胜就演战胜 演战胜就这样 所以他演 因为这种水平的政治人文很少见 有很高的表演才能 有很低的领导才能 那这个援武法案的611是救了他 没有611我觉得他很容易被政变给推翻掉 因为乌克兰军人几乎都想把他干掉 对他的仇恨值很高 因为前一段时间他不是撤换了总司令吗 那总司令是很有人望的 所以很多他总司令以前带过的部队 现在打造了懒洋洋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 很多乌克兰的 其他的军事领袖跟他之间的关系是 很不黏的 没有什么关系 简单讲看不起他 那是他无能嘛 有时候乱瞎指挥 我像上次在打那个过河战争的时候 配合英美北约国家 硬要叫乌克兰的上去跨过河 就都死在对岸 表示这些人就是咒秀给大家看说我已经攻进去了 又死在那边这样子 所以对他完全没有信心 但有611亿来他有正当性 还是总统嘛 要得到钱我就让你做嘛 对不对不要贪污太多就好了 所以你说有机会战胜 有啦我不能说完全没机会嘛 一趴也是机会对不对 那战胜俄罗斯 那现在还有一趴的机会吗 我是觉得零嘛 零 因为看你要战胜战败 这个如果俄罗斯推进到地内薄荷案 就表示乌克兰以前索尔做的1000公里的房线 全部溃败 因为乌克兰以前在乌冬做的房线有两层 都是1000公里的房线 就是一个堡垒堡垒堡垒 就是堡垒城镇 什么阿弗迪弗卡什么 什么卡来卡去的 你不要管他 这是堡垒城镇 现在打查斯夫亚嘛 所以这样 第二线 第二线被击溃就马上到了地内薄荷 所以俄罗斯在准备要在地内薄荷搞一个水师 就这样来的 我很简单的判断 乌克兰在一开始战争 我就说他赢了机会等于零 可是当时很多人不相信啦 都靠我英雄啊 恐个他啦 所以我现在只要看到之前我嘲笑他 你是什么 清德司机啊 还是英文司机啊 对不对 还有很多名嘴 现在已经很少人说乌克兰会赢了 现在已经很少了 很少还是要求他们一下 判断力那么差 这个援武法案通过之后 整个欧洲是不是局势也开始 大家有不同的想法 或是有不同的表态 像波兰总统就说我们已经准备好 就是要好好的大干一场了 北约要把核武放在我们波兰的话 我们愿意放 不过他不怕俄罗斯报复吗 北约是没有核武啦 只有美国有核武 而且核武一定不是控制在美军的手上 不是在北约手上 那他的制度是这样 就是说因为所有的北约的签约国家 美国在签约的时候都说 我有权利把我美军所控制的核子武器 摆到你的领土上 或摆到你领土里面的美军基地 就像说美国在 冲绳空军基地 就摆有美国的核子武器 所以核子武器摆在哪里还是美国所控制的 不过朝鲜半岛上南韩 美军倒是没有防核子武器 因为这是联络国通过 朝鲜半岛要非核化 那北韩不听话所以制裁北韩 那如果你美国把核子武器摆到南韩 不是变成我们大家制裁南韩 这问题就变得很复杂 所以每一次 那个美国带有核子武器的船舰都只靠岸 没有上岸 原理就是 国际法是这样运作的 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共识 联络国通过了决议 那你美国自己当年提议你就不能不遵守 注意到那个提议是美国提议 所以是翻石头砸自己的脚 翻石头砸自己的脚 这种事情在国际上很常见 因为死也命也经常在变 你怎么知道会变成时空环境会变成这样 石油 时代在变 潮流在变 环境在变 蒋经果然名言 那你要准备接收 他不是接收 接收好像是给波兰控制 他说错了 这个波兰总统 大概也讲不出什么东西 因为美国是不可能把它移交给波兰 给你啊 那如果你美国把核子武器移交给波兰的话 俄罗斯的核子导弹马上就来了 因为美俄之间有这种互不打核子武器的一个默契 跟波兰没有啊 对不对 你手上有人要打你啦 就像美国 胡适丹丹要打北韩一样的道理 或者是 这个以色列胡适丹丹 看伊朗你有沒有核子武器 我要打你一样的 在国际上就有这种情形 就是若果如果拥有核子武器 比你强的强果 就搞不好就把你铲除掉 除非有恩怨啦 不然 比如说 这个伊朗有核子武器 俄罗斯无所谓啊 对不对 中国无所谓啊 法国无所谓 英国无所谓 大家都无所谓 就你以色列有意见 以色列有意见 所以 我不认为这个回应措施 我也有什么啦 因为又不是给波兰 因为这是美国的核武 不是波兰的核武 那美国有打算要在波兰放核武吗 目前是没有 都是嘴巴上讲讲啦 可是 美国在波兰放核武 我不认为在 战略上是一个对的 因为什么 因为你在那边放的核武 一定是战术性核主器 战术性核主器对 被这么庞大的俄罗斯的陆军 因为打的是陆军嘛 没有太大的意义啊 那 可是问题是全世界战略性核主器 战术性核主器最多是哪个国家 俄罗斯 你美国全部北越的战术核主器才多少 200克啊 然后俄罗斯全部的战术核主器多少 2000克啊 你这200怎么就对了2000 这就算了吧 都是做文章啦 有点像 那个 以色列跟伊朗这也是这样互相轰了一下 假装我们在打仗 是无聊 大家都在演就是了 对啊 政治动作多于实际啦 在调整战略位置而已啦 好 不过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经过这个援武法案之后整个欧洲 大家其他的这个国家 看到美国好像还没有放弃乌克兰 是这个 欧洲已经放弃了 对对 美国嘛看起来还没有在现在放弃 所以 释放出这样的讯号嘛 让欧洲国家有点 有点信心 就说你们 我们没有完全放弃欧洲 对 也没有啦 欧洲 欧洲的政客 都是一张嘴巴胡说八道 乱讲 为什么 因为我早就发现到了 最近 差不多20年来 欧洲的政客的水平 自从这个 梅克尔宣布退休了以后 就找不到像样的人 脑筋乱想 话乱讲 然后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领导国家完全没有章法 这个就是欧洲的问题 欧洲以前 那个铁粮子采系的就是 我的路线是什么 我的政策是什么 我的系统是什么 一以贯之 大家都知道该怎么做 那个 梅克尔宣布也是一样 我的对 俄罗斯政策是什么 对美国政策是什么 都一清二楚 你现在在欧洲的领导你讲得清楚吗 都胡搅瞎惨 然后他们就骗老百姓 你们辛苦一点 能也贵一点 通过膨胀 GDP衰退一点 农民没有农药 没有肥料 没关系 因为什么 因为乌克兰在把我们挡住欧洲 为什么挡住欧洲 我们要支援他 所以我们要去制裁俄罗斯 是用这个话术的骗老百姓 那老百姓先醒来 乌克兰打仗 有时候俄罗斯要打我们吗 没有 俄罗斯从来没有那个实力打我们 为什么 因为距离这个最近的欧洲至少2000公里 这已经超乎俄罗斯的能力之外 那你骗了我们了半天 那哲伦斯基就只以为是真的 我问你们欧洲打仗 你们要给我钱 给我人 用这种 欧洲在互相 骗自己 其实这是在美国的操作底下的舆论 欧洲亲美的媒体被美国收买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那美国很轻易 我只要出钱就好 我不用出人 我不用出命 死死得又要死 病毒 就这样子 死死倒游 不要死贫道 这是美国的战略 那你哲伦斯基自己要上钩 你乌克兰 很简单 乌克兰事实上已经亡国了 已经亡国了 第一个他没有工业 因为工业都在乌东 第二他身上农内区 也摆布什么名堂 然后 再来第三个他年轻人 男性年轻人都 都差不多挂掉了 所以他这个乌克兰人的歪纜色体 拦腰而斩 那如果 借用其他民族来的话 来播种的话就不是乌克兰人了 就是有点接近种族灭绝了 基本上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 因为过女人身上没有歪纜色体 对一个民族来讲 不构成一个民族的要件 民族是有DNA的要件 我们现在在人类学上区隔民族是以 用歪纜色体为准 因为他区隔性比较大 那所以哲伦斯基说有机会战胜 税保再来吧 瑞典的这个军事研究的智库 说整理了2023年全球的军费 的支出 2023年全球有 俄乌战争在大 有这个加薩走廊 以哈 现在的乙医在打 对所以全球的军费创新高 那台湾是其中的这个5000亿 第一名还是美国 最多 第二名是中国 然后后续是 俄罗斯 那美国的军费还是遥遥领先大家 是因为他在这个全球五大洲 都花很多钱吗 他倒是都花很多钱 而且美军特别贵 因为美军的生活水平比较高 然后美国的武器比较精致 要做到很 入口齐化 很舒服的地步 太精细了所以 搬到乌克兰战场去不会用 还是大疆无人机 比较粗糙好用 效果比较好 我们随时可以 排除障碍 美军的很难 因为美军很舒服啊 快送回去 快送回去 用之不进去 有钱嘛 对不对 这是美国花太多钱在国防经费 使他的内政 接引系统很落后 这个马路很落后 公共 这个 这个很落后 很多人无法想象 美国的输 输配电系统是很落后的 那个是中国大概20年前 30年前的水准 但这个公共设施他们都没有钱投资 这些基础建设 民生基础建设 没钱投资 那马路上全部都是 美国至少有 差不多几百万的 homeless 流浪汉 毒品泛滥 然后这个为了移民里面炒来炒去 所以美国内政是乱成一团 那因为美国资源太庞大一下死不掉 这个大家 也不用担心的美国会死掉 美国不会一直会存在 能源比谁多啊 对不对 粮食比谁多啊 这个比俄罗斯条件好太多 然后科技人才全世界又弄了那么多过去 台湾的国防支出 5450亿元 这台币嘛 这个 21名 是降货一美 因为台湾的国防在全世界活力指数都一直在 22亿 22亿 所以没什么好压抑 我们就只有这么多钱 对 我们的GDP才多少 7500亿美元 GDP才7500亿多亿美元 那我们现在已经占了2.6%的GDP 军费要看占GDP的比例 GDP增加军费就会自然增加 这每个国家没有例外 那有些现象是说 GDP没有增加太多 军费增加特别多 那个就是 United States of Arms 那大陆上的 这个军费占GDP大概在1.6%到1.75%左右而已 看你怎么去算它 那有人说我们大陆做的费弹比较便宜 台湾那个 那个 什么航空母舰比较便宜 那是购买力平价的算法 那我们现在LAMSUM全部用美金做标准 比较好跨国比较 用购买力平价算没有办法做跨国比较 那大陆上只有1.6%到1.75% 就证明一件事情 虽然是它的军费可能是第2枚 可是它是全世界最爱好和平的国家 占GDP比例很低 很低 美国是3.5% 俄罗斯现在打仗大概超过4% 我一直跟他讲一个理论 这个理论是经过很多实证考验的 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他的 军费太多 占了GDP的比重太高 高超过4% 就会使这个国家的财政赤字 陷得非常 无法控制的地步 然后当你这个失控的时候 就会使得你的这个 财政赤字可能会占整个 这个国家的这个GDP 会超过10%以上 会使得你的公债利息超过7%以上 那只要你公债利息超过7%以上一段时期 你的财政就会崩溃 你的公债发情就没有人要 会产生金融危机 倒过来使你的军费没有用 这就是一个逻辑很简单 你看喔 西班牙帝国为什么垮 符合这个逻辑 大英帝国为什么垮 符合这个逻辑 俄罗斯帝国为什么垮 符合这个逻辑 那美国帝国还没垮 因为他的利息还没到7% 现在还4% 美国同志 尚未成功 能去努力 还有一段距离 不过从这个军费的这个排名当中 可以看出来军事实力吗 他中间有连结性吗 这个 台湾的军事实力要跟谁比 当然是跟中国大陆比 不是跟菲律宾比 不是跟日本比 那你跟中国大陆比这个差距太大 所以太大了 所以用哲伦司机的话 台湾跟大陆要单挑台海战争 台湾 有机会胜出 一趴 应该不到一趴吧 不到一趴 但是美国他的这个军费的支出还是相当的高 美国军费支出他因为基地多 他在全世界80几个基地 每个基地成本都非常高 台湾基地少啊 所以而且海外基地的待遇又要比本土的基地更难 而且运输费用 还有武器开发费用 他的武器开发几乎是 不好就丢掉 像滨海作战舰不好要丢掉 你看用不到20年就要丢 还听说要推销给台湾 台湾吃不下啦 光是老佛爷照顾那条船舰就钱都花光了 海军还要不要打仗 还有他们发展很多的 战机比如说发展117 不好用就把它剃掉了 所以 这怎么讲 就是美国在武器开发上很先进 很敢浪费 不像中佛就是 殲-15做好了 好 然后现在殲-20 不断的试 试到差不多了 再用殲-20来取代殲-15 比如导弹也是一样 我们台湾最想讲说 哎呀大陆上的东风导弹 他一系列也是试过 好几次不断的小小的改善上来 因为他穷人家起家 会比较节俭 勤俭持家 可是台湾很少忘掉 大陆上的常见10号导弹 是非常成熟的 多少颗 3000颗 好 不过这个是这个军费 跟这个军事实力之间的比较 不过刚刚美国的确他在五大洲都有各种的 基地跟部署 所以军费花钱 如流水 那最近就是在南海 这个肩并肩的这个演习 美非的军演 那中国说这是在搞 导链封锁 那 会撕裂全世界 导链封锁可能大家 我帮大家回顾一下 什么叫导链封锁 这种所谓的 导链封锁 导链叫Iran chain Iran chain 第一个发明Iran chain这个概念是谁 是美国 1950年美国的国务卿 叫杜勒斯 他当时的概念是什么 我们就 美国要防卫自己 就要在这个 北从日本 台湾 菲律宾 一直到这个 这个 当时叫越南 越南 他叫西贡 这个地方要连成一个防卫权 这个叫做 第一岛链 那美国为什么会有第一岛链的观念 是来自于珍珠港事件 因为以前美国 我老大就这么远 太平洋那么宽 我的夏威夷 怎么可能有人敢打 因为那时候关岛不属于 关岛当时不属于美国的 当时美国最远 最西边就是夏威夷 什么客人来打 就一觉睡起来 珍珠港不见了 气昏头了 所以到了杜勒斯 作为一个美国国务卿 那开始有所谓 我就把防卫往东推 刚好1950年发生寒战 所以他产生了构想 我用第一岛链 作为西太平洋 防卫美国的安全的第一线 任何的日本 中国大陆 任何强权都不可能 跨过这条线的话 就不可能打到我夏威夷 可是隔了不久 发现这第一岛链好像远了一点 然后我们就来 第二岛链 第二岛链从哪里开始 第二岛链就是从小利远群岛 东京外海的小利远群岛 一直拉到关岛 从关岛拉到帛琉 这个叫第二岛链 第三岛链是从阿拉斯加 拉到夏威夷 拉到纽西兰 建立这三个防线 那我美国有三道墙 我美国的 太平洋沿岛总是安全了吧 大概是属于这种概念 这概念是没有错 可是要称职这个概念 第一个你夏威夷军事基地要怎么建 你关岛军事基地要怎么建 还有你日本军事基地要怎么建 所以日本现在是有 全一个国家里面 有美军军事基地最多的国家 这原理是在来 因为早期在台湾有好几个美军的军事基地 像台北市的民权东路跟民族东路 以前都是美军的酒吧 北头都是美军在洗澡的地方 澡堂 就是这样来的 可是后来因为1971年 美国为了要 中国跟 苏联分手 要跟中国合作来对抗苏联 就是 援中抗苏 所以就跟台湾断交 然后 军的撤离台湾 撤离台湾就回不来了 平常人家回不来了 因为中国不肯让你回来 来就开战 所以 所以 岛链封锁 现在是什么 中国说你搞岛链封锁是什么 那我军队不可能派到台湾去 我就武装台湾 那第二个 你解放军进出 西太平洋可能打我美国的 只有两个管道 我讲海军 第一个是哪里 第一个就是宫古海峡 第二个是巴斯海峡 那我就在日本装 战斧飞弹 或者反舰导弹 攻击你 你就跨不过去了 有必要就可以封守宫古海峡 那巴斯海峡 我不能在台湾装 我总可以在菲律宾装 那装了以后就可以封锁 所以构成新的一个第一岛链封锁链 那中国就想说 你将撕裂世界 中国奖战也不对 哪有撕裂 撕裂中国 美中就要打起来的意思 如果你这么做 美中不等于世界好不好 美中已经等于世界了 没有啦 歐车讲说干什么事 像乌克兰一样你有感觉吗 你也没感觉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美中会不会打起来是全世界都在看 万一美中因为这个岛链的封锁 你就当做Superball超级杯比赛而已 对不对 就最大咖的 对啊 乐观一点嘛 这决赛超级杯决赛嘛 超级乐观主义者 不过菲律宾这次的动作很大 他跟美菲 这个肩并肩的演习之后 他故意不去中国的海军论坛 那中国的军委副主席说 我们是愿意要这个解决南海的这个争端的 但是我们的善意不能被滥用 这是在 对菲律宾喊话吗 是这样子啊 不是对菲律宾喊话 他也知道小马可是一定会 会亲美抗中嘛 然后一定会是一下子弄你黄炎岛啊 一下子弄你什么忍耐焦啊 把西会很多啦 但这个影响不了大局 可是国际宣承效果很好 目的就破坏你南海行为准则的通过 他目的在这里 那竟然是 针对姓氏南海行为准则 中国大陆脑筋很清楚啊 那我要做给其他南海国家看 你看你这么坏 你这么皮 我还尽量容忍 我就是幼稚园老师 我拿水柱喷喷你而已 我就教化你 对 你说跟美国 那个来个什么 17000个人有史规模最大 肩并肩 你再把日本拉来 澳大利亚拉来 对中国是一点寒毛都不伤啊 真的毫无法无伤 前一段时间我跟这个 郭正亮 还有这个杨友们在一个节目里面讨论 他们讲说 喔这个 那个所谓的大陆叫提风导弹系统 美国叫泰风导弹系统 其实应该用英文来翻译就好了 我们中国大陆人不要忘文生意 他的typhoon 美国媒体都念台风 那因为中国是用中国式的拼法 所以叫T-phone 其实要发台风才对 美国媒体都这样叫 你为什么不照人家名字叫 又不是你取的 对不对 我觉得中国媒体很搞笑 所以 这台风系统 大家很紧张啊 可能引起巴士海峡 我说那小事先一桩 他觉得我很乐观 你怎么什么事都小事一桩啊 真的很小啊 我跟你讲 战斧飞弹 你在菲律宾放不了几颗啦 那战斧飞弹是 次因素的 这0.8马克 中国大陆拦截这种 这种导弹 你又不是伊朗克 你也不是伊朗 对不对 你那种导弹 piece of cake 小case 你那个常见时绕的3000颗了 你战斧飞弹在菲律宾可以对多少 就是不多啦 那菲律 菲律射程之后240公里 他从旅宋岛到台湾 台湾岛有300公里啊 还打不到 还打不到啊 对不对 他只能打 这个 随便船船舰嘛 对不对 标诺是超音速的时候没有错 但也没有什么多了不起的导弹啊 就是美国家呢 美国比较厉害是标山 可以打卫星啊 打得比较远啊 那个 这些队友来讲都像玩具 我会去看看 这个玩具好不好 这个玩具好不好 对不对 因为我们搞兵工出事 人家很喜欢看这种玩具啊 虽然是杀人的武器 不过挺好玩的喔 设计概念的差距很大 那 他们说那你中国大陆怎么样啊 你中国大陆派给什么 无针机在那边侦查 侦查什么 看看就还是那座基地而已 没什么了不得啊 我说中国大陆就用点穴就好了 中国武功 点穴最上层嘛 你穴一点啊 美军跟菲律宾军队动都不能动 他问我怎么点穴 穴道在哪 很绝 黄原岛啊 你黄原岛就把他 这个岛交给建成军事基地 然后在上面就布满了导弹 有难吗 你在那么远的这个什么 阻壁交你都可以做了 为什么黄原岛不能做 黄原岛很近啊 那为什么在点穴啊 他离菲律宾的苏比克湾 才100公里 要打那个100公里 连火炮都打得到 根本 闭着眼睛打都打得到 不需要瞄准的 苏比克湾就在马尼达外面啊 那党名的马尼达是110公里而已啊 反正小事 那美金说要 军舰他们要开到苏比克湾休息 保证让你睡不着觉 下一个珍珠港 什么珍珠港 因为我有个钻石在珍珠港的外面啊 对不对 这个本性力重 那你说美金要不要打 可以把那个黄原岛打掉 很容易打掉 问题是 大陆的导弹 要集中那个地方是 这好像连测量都不用 对不对 所以那个是就是点穴 小芒的事情给我对垒 是吧 谢道一 来啊 呼 所以我说 中国不必急啊 因为它也是方面的地缘的优势 你美国能够天天来演习吗 你也没办法 对不对 所以 他说不许善意被咱用 他讲得太硬了 为什么 他就是咱用你的善意怎么样 你又不敢打我 他已经用了 对啊 你不许但是他已经用了 对啊 对啊 他说 好不好就算 那个忍耐交不是我的 可是上面还讲船舰是我的啊 对不对 那我站久就是我的啊 这个跟你赖皮嘛 对不对 中国又 讲完之后到底又要干嘛吗 没有啊 就是说菲律宾不来不来不来 有29个国家代表团来嘛 180多人一个会议嘛 这还好就纯粹海军 这个前面有个名字喔 中国的 西太平洋海军论坛 这叫西太平洋国家 其他国家有兴趣就来这样子而已啦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啊 他只讲了两点 第一个 领土主权不能侵犯 就说这个岛是我的你就不能侵犯吗 第二个 岛链封锁 已经过时了 他都讲过时了 我还跟我们讲这流行是不是 真的是过时了 你说 日本在封锁攻堵海峡 很难封锁啊 对不对很难封锁 好这个是南海 那讲这个东海日本 不过超前半岛这里喔 这个北韩最近的动作非常的多嘛 那他模拟了这个核反击 今天做真的了 那这些多管火箭炮 目标是瞄准驻韩的美军 北韩反而是比较麻烦的问题 为什么 你说比小马克市麻烦多了 不不不不不 就麻烦多 对大陆的麻烦 对美国的麻烦 对韩国日本都很麻烦 只有对俄罗斯不麻烦 中国人有个立场 就说 我赞成同意你北韩武装自己 这没有问题 可是你可不可以改革开放 北韩不搞改革开放 他就搞那种 保守的马克思主义那种做法 中国人都看不下去 因为你这样国力会衰弱 你把售钱都搞武器 拉完去没饭吃 通通他去其他国家帮你忙 这不是长久之气 他GDP低的不得了 那你还把钱拿去搞武器 就算你很厉害了 GDP那么低还能搞出这么多精良的武器 精不精良我真的不知道 没有演练过 不过听说还可以 那第二个问题是 中共也无可奈何 共产主义的思想里面 不可以富时之际 他偏偏三代富时之际 不可以世袭 因为这个在共产主义的想法里面 这个叫什么 叫封建 这是帝制 皇帝制度 你不能挂着共产主义的招牌 给我搞帝制嘛 对不对 在意识形态上 这个中国大陆 比较不能接受这种现象 不过接下来又是罗 金正恩也是要给他的女儿吗 这个王朝快结束了吧 快结束了 我这样下去一定会出问题 一定会出问题 那这个 你现在就是不断的弄这些东西模拟核反击 北韩的核子武器还没有微型化 可以装在火箭炮里面 不可能啦 中国大陆才有这个本事 美国啦 俄罗斯 其他国家没有办法 因为核子武器很重啊 核子武器 最早的时候那个小胖子 只有轰炸机才 才弄得了 那现在因为微型化 才用导弹来丢啊 火箭炮 这么小了只有中国大陆 跟那个美国俄罗斯有 但是我不能北韩有这个技术啦 那火箭炮 可以打到驻韩美军没有错 为什么 近啊 没什么了不得啊 那个 黎巴顿真主党都可以用那种最简单的火 那个火箭炮打到以色列了 所以这个不是问题 那打驻韩美军 如果是单挑的话 北韩会被打趴 那只是损失的是谁 倒霉的是日本 日本跟韩国而已啊 美军打北韩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所以他的小型核弹头 可以放在火箭炮上面的 他没有能力 这个很高的技术 目前还没有 目前还没有 我说微型化可以装到火箭炮里面的核导弹 现在全世界只有三个国家有 英国也没有啊 英国核子武器还没有 华国也没有 然后这个 连印度巴基斯坦都没有 他们核足一下规模还是很大 因为 就英国跟法国能够装在导弹上已经很了不起了 还装在火箭炮上 还装在炮弹上 俄罗斯可以装在炮弹上 然后中国也装在炮弹上 其他国家做不到这一点 另外来看这个 以色列跟伊朗的这一个互相轰来轰去这件事情 伊朗现在说 他们袭击以色列这件事情 一无所获 这个报导就在确认我第一天的协议 无聊的战争 真的很无聊 分三级战损 对啊 你有哪一级战损我有谁搞不懂啊 白忙一场 如果这个总统叫底下将军 你给我写个战损报告 战争最后就要写战损报告 叫Combat Loss Evaluation 然后报告总统 我们打了导弹 对方的导弹来拦截 他们的拦截弹掉到地上 打伤了一个小女孩 我老天爷太丢脸了吧 花了这么一场 不过他讲的是说 精神层面 最高领袖是精神领袖 所以是最高精神层面 你看吧 我们这个导弹出去全世界目光的看着我们 提高我们伊朗的国际地位 我们站在舞台的中央了 对 我们终于坐在西位了 抢到西位 但是我们白忙一场 白忙一场 以色列没有忙啊 以色列就是弄了几条无人机 以色列的战斗机都没有 他飞机飞到 那个伊朗的边境 然后把无人机放进来 然后有无人机去炸一个 他们说一个雷达战 不是雷达战 一部雷达车而已 是一部雷达车 不是核设施吗 吹牛 大家都在吹牛 宣传上 那白宫演这么认真干嘛 大家都知道很无聊 都在演戏 那白宫这么认真的担心他们会充 不过平安心讲要给白宫你的credit 打掉给中国 你跟伊朗讲 我会把以色列手绑住 他不会真的打 你不要跟我真的反应 他就叫中国打掉给伊朗 中国一个头 跟他说 我把你揣我 我把你揣我 那这边都押着这个 这个内塔雅虎 兄弟啊你搞得太过火啦 不要打啦 我这边补贴好 210亿给你啦 那他就想说 又钱赚了 钱到位了 我还打个什么借了 对不对 所以你为什么 一结束 把美国急急忙忙的通过这个法案 就是人家做点事情总要补贴人家嘛 对不对 答应的事情要做到 答应的事情要做到 人家答应你啊 你看我没有这么反击啊 对不对 我飞机把无人机站到那边 那有很大的爆炸声 因为无人机被打下了 所以 意义就是 纯粹那太极拳那个基本动作表演完了 就结束了 花拳袖腿 那美国为什么怕这个东西 他觉得把伊朗绞进来这场战争 变数太大 变数太大 如果今天假设以色列受不了 去攻打伊朗的炼油厂或者油田 那个都在波斯湾 伊朗的油田在波斯湾 只有波斯湾两边 奇怪 信伊斯兰教得油有石油 周边都是石油啊 信阿拉哲得石油 信阿拉哲得石油啊 可是你去打他 他现在90%出口到中国去 他就没有油给卖给中国 那他就没有船需要经过赫姆兹海峡 他就干脆弄一条船把他打几层了 就把赫姆兹海峡给封锁了 那全世界船都吹不去了 哇 石油下丘怎么下单 石油股下单 喔 对不对 穿到船呈在赫姆兹海峡的话 赫姆兹海峡很小啊 而且上面好几个岛屿啊 那就是中间岛屿一条船 沉到那边你就过不去了 看你打牢来啊 富丁富 也不用打仗油啊 故意 马德雷三号 那种成交在那里就好了 对啊 对啊 就比照马德雷三号 白公司打也不是 不打也不是 全世界乱成一团 而且 伊朗跟以色列距离多少 至少1500公里 你想1500公里 不是 空军非要到吗 你陆军到不了的地方就不用打了嘛 对不对 你就轟炸好就回家了 就没事啊 对不对 所以就像他轟炸南斯拉夫 轟炸以后 他乖了以后就好了 你没有办法真的去打他嘛 1500公里的补息要有多长 今天台湾如果跟大陆 距离1500公里的话 台独早就把台湾独立掉了 对不对 早就不用担心被打了 对不用 现在是150公里 还没力了 不是1500 是150 还没力了 所以 真的全面中东冲突就是赫姆斯海峡 这个 这个是伊朗的点穴站 也是他的穴道 对 是所有 美国 欧美国家的点穴站 欧洲站 二楼天然气没有 波斯湾石油没有 你家二楼 欧洲人跳楼 死成一团 对不对 好 不过伊朗这个袭击以色列 也不能叫失败 可能大家本来就是在 这个演一场闹剧 那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模式 中国会重新思考整个 侵略台湾的计划吗 中国为什么 要思考 为什么 太远了 不是啊 你刚刚讲了1500跟150的差别 不是啊 伊朗跟以色列玩假的 为什么要思考 第二个 清台 就中国立台来讲 不太侵略 因为 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台湾存在一个 台湾统治当局 就中国来讲是非法的区域政府 是准备被统一的政府 然后 跟康熙皇帝一样嘛 收回 就是收回 那对康熙皇帝来讲 他花了18年 跟 严平王政权谈判 然后 从最早的时候说 你要下跪称臣 到最后说 你连剃头都不用 你只要一年来看我一次 称我皇帝就好了 已经收到这个程度了 我们只要一个民主就好了 其他都无所谓 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商量 都答应你 那严平王还不要 当然严平王不讲郑成功 这已经到他孙子了 郑克爽了 他就说我有舰队 我有武器 我可以跟你 康熙皇帝讲 当年我的舰队是比你的舰队少 你爷爷走了以后 你舰队都缩小了 可是我舰队长大了 而且我的舰队是有司狼总司令率领的 就是你们最重要的将军 现在投靠过来了 那要不要谈 不谈 不谈开战 一个下午就勘救在啥 勘救一马死 就勘救在啥 就本来还可以让你称严平王 最后严平王称不称 称汉军功 地位就往下降 给你这个 区域自治之后 那你当波多黎克 你不当 那好只要当澳门 就是这个概念 中国打的侵台计划就是 第一个 先招安 他现在在跟你谈这些和平统一 一个民族 秀林龙本一个民族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吗 你只要回归 对不对 称我一生皇帝 对不对 我照常让你当严平王 就不计较了 兄弟不计较 亲戚不计较 就一场 这么 杜敬劫破兄弟战 对不对 相逢一笑 敏恩仇 哎呀那你跟美国好也好 但是 不要跟我中国为敌 那你省点国防预算 你日子也好过 我日子也好过 好不好 你说不好 我坚持 台湾独立是保护台湾民主自由 人权的基础 我要亲美抗中 那没办法了 招安不成 就是政府 政府 因为 中国的 领导人不管是政权叫什么 是共产党也好 阿猫党也好 阿狗党也好 今天北京的政权如果是中国国民党 照常征服台湾 你不要告诉我不会 不要骗我的 这种在历史上不会出现的 那好 那剩下这五例 怎么征服 我说四个字 台湾 毫无招架之力 我是台湾人 像前天我跟 大陆一个很有名的教授唐永宏对谈 他很生气 他说 你们马英九刚从大陆离开 回到台湾就说他是反共的 你不早讲 我说你要体谅人家 因为台湾的外省人 不管是韩国瑜 马英九 朱立伦 或者是洪秀柱 因为他们是国共内战败退到台湾的 然后他的脑海里面就匆忙了国共内战的一个历史记忆 然后所以他反共 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 这种出身的尊严 出身的记忆 你要尊重人家 你要讲个反共的计较 我说你还不知道 我们国民党最亲共的是谁 谁啊 谁吗算一算 你们国民党谁最亲共 好像点不出来 你错了 国民党最亲共的人叫孙文先生 孙文 对啊 国父 是啊 党总理啊 因为国民党历史不敢写这一段 他当时是很落魄了 真的很落魄 为什么 因为被袁世凯 跟日本人从后面 戳椅子摔在地上 因为日本人叫袁世凯签21条 袁世凯不答应 然后日本人就把孙中山一封信 递到地的袁世凯 孙中山写一封信就说 日本人你借我钱 我武装南方军队我来推翻袁世凯 那时候袁世凯还没撑地 推翻袁世凯 然后 我答应你21条 真的有这回事 真的有这回事 那袁世凯拿到孙中山这封信 就把他偷偷丢给媒体 当时没有劲抽干 全国华然 全国华然 袁世凯脱困 就跟日本人讲 好吧 21条我找个18条签 其他你不要跟我吵架 孙中山当然21条 你南方的政治势力有什么话好讲 就整个全中国都在骂孙中山 孙中山的应该是大舅子 叫孔祥熙 还公开 在媒体上 痛骂孙中山汉奸走狗 你看当时群情疾问 所以孙中山只好带着宋信联躲到上海里面去 从此就变成中国 声明最臭的政治领导人 可是人生很难讲 他刚好翻了一个孤木逢春 有一天 苏联共产党的代表找上他了 孙先生我们知道你有革命意志 刚才判断错误 被日本人出卖的 日本人不可靠了 以后不要跟日本人打交道 跟我苏联打交道 我当你的后盾 两个签那个 孙岳联合宣言 人家那个 苏联共产党阿萨利 马上给孙中山150万美元 当年150万是多大数字 不是现在 就是现在也是好几个亿 然后孙中山拿这笔钱 就把他支持值得召集起来 我们重新组一个中国国民党 虽然我们经常讲说中国国民党前面有国民党 国民党前面有同盟会 同盟会跟孙中会 其实前面都被孙中山搞垮了 没有一个搞垮了 越战越勇 对 然后最后这个中国国民党 在苏联的经费益助底下 又创办了黄埔军校 然后他当时在solo这个党重新组这个 这个中国国民党 是把很多党派solo进来 也把共产党solo进来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联俄隆共 或者什么事情发生 其实当时包容竟然 有点像地方派系 秀琳你要参加 派系你要参加 牛鬼蛇神 可以这么说 然后就成立中国国民党 所以中国民党后来就有很多共产党党员 也有很多其他党派的党员加入了 然后 就开始搞这个黄埔军校了 后来竟然搞出花样来 杠上开花了对不对 后来蒋介石接手 孙中会死了 蒋介石接手 就开始打到北京 无力取得政权 孙中在了最后面 晚年那一段时间 他是中国 最亲共的人 对 那蒋介石为了夺着政权 跟共产党翻炎 所以蒋介石最反共的人 讲个历史 那我跟他讲你要尊重人家的记忆 好 那我坦白承论 我对国共内战没有感觉 因为我家是1621年就来台湾 那跟历史跟我们家没有关系 那 所以 这个 包括说抗战历史 当然我看了 很糟糕 可是 我们家没有参加抗战 我们竟然没有当台籍日本兵 跟我家都没有关系啊 我为什么要感同身受 所以马英九不是看社界吗 抗日 这个 王力宏又帅 又是抗日热血青年 我们现在是没有这种感觉的 那你不能怪我 这是我的出身的记忆 你不能说 我是国民党 我就一定要跟外省的国民党 义愤填英 没道理嘛 我自己很假 对不对 那我参加国民党 现在国民党觉得 我可以 建设台湾对不对 那所以很多国民党 本省人喜欢搞地方派系 不喜欢搞中央派系 所以每一次韩国民就喊着喊着 底下都没看到本省人 就这个道理嘛 本省人对这种武感 这个叫出身的尊严 你尊重他出身的记忆 就在这里 那中国任何领导人 不管什么党 他如果不收入台湾这个政权是没有办法存在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宿命 包括什么 包括说当时 清朝为什么没亡 就是丢到台湾 1895年丢到台湾 当时在北京考进士的 汤友为 召集着公车上书 把所有举人上书 分成抗议 什么谈事同道的抗议 就出现了开始要违心 保皇 后来不行开始革命推翻 清朝皇帝 清朝皇帝当时没有想清楚 不过因为他没有外国留学 他搞不清楚这一套 他当时就讲 好了 那我就学习日本 对不对 你们去搞吧 慈禧他也不懂 也没念书 还把那海军的经费拿去造什么 去做那个 遗合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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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 蔡英文把我们那个 陆军 的那个 那陆军的网路作战的钱 拿去搞书发部 一样 所以 他的侵海计划是早就有了 而且是 一天一天的在 精进当中 跟伊朗 以色列没有关系 我在讲这一句话是 纽约有个什么 梅富星讲的 他的军事水平 OK而已 好另外来看这个通过了这个原外法案的同时呢 这个TikTok的案子 也处理了 那如果不卖就会把他禁掉 这件事情通过 不过时间好像拉长一点 不是 变成一年的时间 那也是下任总统的事啦 对 也是下一届 下一届 下一届 现在总统先不先还不知道 我跟各位解释 为什么他这里夹一TikTok 因为上次众议院已经通过TikTok了 就 送到餐议院 餐议院把他隔着 不表决 就再送一次 不是 不表决 所以他故意夹带这个 在这个所谓的包裹法案 乌克兰 原乌克兰 你要表决那些的时候你要顺便表决他 对 就给你将军就对了 对 你再不表决 我夹在里面 我是夹在里面 你不表决其他也没有喔 是吗 其实参议院要不要跟他玩游戏 他还可以是把他分割出来 他还是可以切就对了 你整包来我还是可以拆开来 还是可以 问题拆开来就要回来跟众议院再表决一次 那就拖来以后到时候 乌克兰拿不到钱 政文司机又要吵闹了 吵闹了 所以 美中科技之争 应该是美中科技战已经到了战的地步了 是在加剧当中 不过换得都有限 你TikTok 退出美国市场又怎么样 没怎么样啊 TikTok对大市场的中国啊 甚至在台湾啊 对不对 中国叫抖音 TikTok是另外国际版 你这样讲我也同意啦好不好 同一个老板这样可以 同一个老板 不同的使用方式 也没有不同啊 不同的App 所以你进我TikTok 我就 让你的这个WhatsApp跟Chat不能用吗 是这样吗 是啊 不是这样吗 开始一对一反击了 不然就是吗 你踢我一推 你让那个 小学生打架哈 坐在隔壁坐 你又不是没经验 他今天把那个 铅笔盒拐往往你这边 你就把他推过去 最后两个人 就开始我 左脚踢你 右脚踢我 丢我个东西 我丢你个东西 对 就这样子 哇这个闹不完的啦 闹不完 闹不完 WhatsApp在美国 用的很popular 在中国还好远输给微信 中国是用WeChat 那Straise这个更等而下之 连台湾都不风行啦 对不对 可是因为他本来就没有FB也没有YouTube 本来就没有啊 中国本来就没有 那是最早期 对 因为 中国说 你知道我这里收集会员资料不能成为你美国 战略上修理我的基础 所以你的资料留在中国大陆 那问题留在中国大陆很多讯息 中国大陆就可以管控啦 那弄来弄去 那就 干脆禁掉不让他来了 不过大陆VPN很风险 像本台是YouTube 都有很多大陆朋友 大陆朋友都进了 随便跨个墙就过来了 都进了 对 我们讲的话虽然你不忠意听 不过很务实啦 参考参考啦 参考参考 苹果也无可奈何啊 他夹在中间 所以你们大人要打成这样子 不过他苹果蛮大 他自己也是大人 对不对 无可奈何啦 因为两边都是伙伴嘛 对不对 所以 没办法 他只能说遵守中国的法律 好这个中美科技战 这个真的是战 这个华为就是这个战争的最大的 受害者 那最近呢 雷蒙多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出口禁令真的很有效 这个华为的 手机晶片技术落后美国好几年 这主持人很妙 问他说 你的美国是有包括台积电吗 这主持人蛮厉害的 他打不出来 他讲不出来 他应该是啊 是不是 不是 我们是美积电 没错 没有他参加美国的60分钟 很有名的那个访谈节目 他讲说 哎呀 我们这个 晶片是世界最强的 然后 那个人就问他说 你有讲台湾吗 他讲不出来讲台湾吗 他都弄住了 这当场都弄住了 不过雷蒙多其实他是律师出身 对晶片行业他知道很有限 美国 就晶片产业来讲的话 一是晶片设计 二 就晶片制造 这两环 三是晶片材料 晶片材料其实 美国也收受而已 晶片材料现在做得比较好了 晶片材料跟设备 材料是日本比较好 设备是美国比较好 这个是 然后除了晶片材料跟设备以外 我们不能否认的 第一名晶片设计是美国 晶片制造 第一名是台湾 这也是无法否认的事情 因为你一定要有晶片的颜料设备 加上设计制造东西才会出来 对不起 这个光刻机也不是美国产的 不过美国有很多晶片机 应用材料做得还不错 真的非常好 中国大陆 比较容易在这方面的设备赶过去 那光刻机可能还在努力一下 那设计为什么说美国比较好 政局很简单 美国有全世界最好的晶片设计公司 第一家叫 Microsoft AI晶片他现在掌握在手上 设计最好 所以才有OpenAI什么GPT欠的7.0 他设计晶片 所以 Microsoft 是在全世界 市值最大的公司 市值多少 3兆美金 3兆美金你都等一个印度 印度GDP 第二个我们要说 不只是Microsoft设计好 NVIDIA 全世界没有人在GPU上赶过他 可是除了几个项目以外 中国大陆在很多的晶片设计也有领先的 比如汽车晶片 对不对 还有工具机自动化的晶片 特殊晶片 这个 中国的设计也都蛮好 整体来讲 先进技术比较强的 是NVIDIA跟Microsoft 连Intel以前会设计现在都不行 超纬本来也不错 现在也比较差了一点 美光是等而下支的 比较简单的晶片设计 美光是制造厂 那我们先说这个晶片设计美国是真的比中国先进 所以他应该要很有信心 但是我现在讲的新手机晶片不是一款晶片 他有CPU高通 不错 可是已经逐渐被华为赶过去了 然后GPU 中国也赶上来 在手机方面 中国的GPU 不输给NVIDIA 我讲GPU 但是在AI的伺服器方面 中国这一段还没跨出去 NVIDIA已经从 这个 Notebook的 GPU 到手机GPU 已经跨到AI伺服器的GPU了 这是他成功的地方 所以他本来市值很低 他这一蹦上来 现在市值已经全世界排名第四了 第一名是什么 第一名就是Marco Sauer 大概3兆美金 第二名大概是 Saudi 阿拉伯 石油公司 大概是2兆 5000亿美金 然后 第三名 就是Apple 不过苹果正在掉 掉了 2兆美金 第四名就NVIDIA 1兆 8000亿美金 我们台积电虽然说制造世界第一名 我们的 我们的市值也才多少 才7000亿而已 还距离很远 所以设计公司不一定会比 制造业来的难赚 道理在这里 这样你的技术突破就上去 所以 华为的新手机晶片技术 落后美国数年 是看哪一个晶片 不是所有的晶片 让你比较清楚一点 你可能比雷蒙多知道 他在讲什么 因为我吃这个饭 他不是 他律师出身的 他如果讲说我们 美国在某几款晶片的设计 领先全球 这是对的 他不是所有的晶片设计 都领先全球 这个比如举个美光 是美国的 既半导体的设计公司 制造公司 都是 就输给三星啊 所以你看华为都用三星的 记忆体晶片 就是这个道理 最近这个中美 这个 前沿啊 地缘政治的前沿 在南太好像就是 中国不断的 跑得比较前面喔 包括马尔蒂夫 包括索罗门相关的 这个选举当中 亲中的 政党政权都赢 那是会不会跟这个 最近拜登在那边胡说八道 没有 没有关系啊 你食人毒痴啦好不好 马尔蒂夫在印度呀 不在太平 回过来 你不要 你不要跟 跟那个雷姆都一样 搞错了 搞错了 回过来 马尔蒂夫 马尔蒂夫的选择是在亲印跟亲中 他不是亲美跟亲美没有关系 那 马尔蒂夫啊 很讨厌印度 印度喜欢干涉人家 因为印度是姓印度教的 马尔蒂夫是姓伊斯兰教的 你知道在那个地方 伊斯兰教徒跟印度教的 搜索 對不對 關係好了 反正在 discard 反正就是在吵架 那前一段时间 马尔蒂夫也是家族政治 兄弟政权 好像弟弟啊哥哥推翻 弟弟啊哥哥的政权 不是疼兄弟就亲兄弟 有 connected 这个小国家常常会 它是從部落社會走過來的 所以如果你不是部落社會裡面的 什麼酋長之類的 貴族子孫 在當地社會地位都不高 這個好像很多阿拉伯的部族也這樣 階級制度 日本人一樣啊 岸田文雄這些都以前那個什麼的後代啊 像尹熙也是啊 尹熙他們家有很多的姑母啊什麼東西 都當過韓國的皇后啊 所以這是很多國家都有這個問題啊 除非你是像中國大陸這麼狠 這個紅二代不可以參政 政治局又沒有紅二代 除了習近平一個人以外有沒有 這當然是一種進步啊 不能否認 可是這種國家就很喜歡 哥哥打輸弟弟就跑去找印度幫忙 他開始鬧了鬧 印度就假裝派警察部隊 保安部隊來禁足 然後就對這些總統啊 那些夭貨東夭貨西 他當然心裡不爽啊對不對 管東管西 從花錢管他用人 從管用人管他取消老婆 都你要亂再胡扯對不對 就跟顏世凱帶兵到韓國去一樣 像美軍住在這個佔領日本一樣 他當然不爽 所以就開始有了 那我旁邊沒有大國可以幫忙 最近的大國就是中國啊 就找中國幫忙 中國給錢很慷慨 而且有需要的話中國解放軍又可以來幫忙 所以他不是跑到 這新總統一下子跑到北京去嗎 那這個 有彭治遠方來嘛 這個中國就對他很好 那這一次他就拿了很多中國送的厚禮 回去宣傳 我們跟印度混在一起 各位兄弟 我們也沒有銀子沒有糧子 我們現在跟中國一起走 我們一帶一路 你看就贏了 就贏了 對 這國家很可愛 其實馬爾地利人是很溫和的 很善良的 他們現在比較擔心的就是全球暖化會不見這樣子 是不是叫中國撥一塊地給他 給他建國 在其他地方建國 比較水平面上建國 在自治區好不好 給他一塊自治區 不過拜登最近講的舅舅被食人族吃了這件事 已經快被笑死了 這是美國的笑話 他的舅舅是有參加太平洋戰爭 然後問題美軍的紀錄裡面 沒有說他被食人族吃了 只是他飛機失事 問題是他舅舅是在巴牛 那個怎麼講 你說人家國家有食人族會不會太侮辱人家了 可是到底是不是真的有食人族啊 我也不是很確定 因為他講的是巴牛 他舅舅在巴牛服務嘛 巴牛在二次大戰在日軍都沒有聽說被食人族出 為什麼美軍會被食人族出對不對 這也怪 有些有很多比較古老的地方喔 比如說 像某些比較未開發店 可能有啦 可是 巴布亞新吉內亞 應該算蠻進步啦 沒這麼原始是不是 沒這麼原始 因為他經過荷蘭統治啊 又經過好多的統治 已經不是以前了啊 反正那電視機是他瞎掰的啦 我覺得他有點當做家族傳說在吹牛 在吸引媒體標題 就是拜登 拜登叔叔講床邊故事 你再不睡覺 死人族就來了 床邊鬼故事 好我們今天非常謝謝這個蔡振元蔡博士 對於國際局勢的分析喔 那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設定提醒收看的小鈴鐺 訂閱五二新聞俱樂部大大拼拼裡的節目 謝謝大家我們下次見